初到五来早晚都能明显感受到凉意 周日一早的北投温泉区已经有民众陆续要来泡汤 天气转凉 北投变热闹 温泉季即将登场 人潮回流 定房率也回升五成以上 我们渐渐有一些国外的游客 大概已经占了快六成的国外游客了 住房率大概都有八成多左右 只是说光是2023上半年 观光旅馆只用率只有55.45% 平均每晚4618元 比疫情前涨了两成四 一般旅馆住用率将近四成六 平均每晚2547元也涨了两成二 以前可能四人房和八千多吧 现在好像都要破万 钱教室也没那么贵 在这边北投还得很贵 以今年上半年来看 民宿房价平均每晚2536元 跟疫情前同期涨了一成一 价格上相对亲民 住用率25.7% 比疫情前同期高 也是唯一超越疫情前水准 但回不去的房价因为性价比低 让国人退币 加上少的路客缺工问题 造成住房率低 价格比较高 这个是情有可原 那你说会不会 这个饭店会歇业 那倒不至于 国旅房价越来越贵 但业者说是全球趋势 希望冷风把游客都吹来泡汤 这周受东北季风影响 周一周二水气减少 只有基隆北海岸 以及东半部地区有零星降雨 周三周四东北季风稍稍减弱 环境转吹偏东风水气偏少 周五周六又有另一波 东北季风水气变多 桃源以北东半部地区 以及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 但要注意 接下来天气是秋老虎形态 一场秋雨一场凉 早晚温差大 出门要记得携带保外套 TVBS 徐宫山林的SN小组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